太阳直射点 从赤道向南回归险迁移 亚欧腹地逐渐银庄宿国 寒露迎出雪 在大多数人看来 新疆的冰雪世界是陌生的 静谧的 但这里却蕴藏着 显为人知的世界之罪 中国之罪 这里有全球中纬度地区最大的山岳冰川 这里有山地生物多样性旗舰物种雪豹 这里有世界最古老的人类滑雪岩化 这里有世界顶级的焚雪大山 这里有中国规模最大的野雪公园 这里有中国唯一落差超千米的滑雪场 这里有中国降雪期最长的雪都 阿勒泰 这里还有最美的雪箱 河墨 最后的鸡雪 最长的雪期 最优的雪质 让新疆成为最不一样的世界级冰雪圣地 冰雪的凝结与消融主宰并塑造着这里的一切 冰雪从来都蕴藏着生机与活力 这是一个你前所未见的冰雪新疆 地壳运动 是新疆形成了三山甲两盆的地形 北有阿尔泰山 中部是天山 南面是昆仑山 三座大山环抱着中国最大的两个盆地 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 由于西风环流带来大西洋水气 长驱植入 以及北冰洋的水气南下 遇到山体台生形成的迎风坡 进而降水 这两个山脉冬季的降雪充沛 冰雪新疆可谓天造地设的结果 更是自然的伟大馈赠 昼雪初歇 昼雪初歇 这里孕育了中国最大的冰川 阴苏盖提冰川 对于远离海洋 身处极度干旱地区的新疆来说 冰川就像巨大的固体水库 储存着大量水源 是生命的希望 冰川的行程 需要极其严苛的条件 只有山体高度超过该地区的雪线 每年才会有多余的雪 慢慢激起 再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积累 才能成为永久积雪和冰川 在这里 有了冰川 有了雪山 河流 湖泊 就有了生命的源泉 每个人对新疆的第一印象 或许都与冰川和雪山有关 乘坐飞机进入新疆 最先看见的 必是威夷雪山 而印象最深的 里当是冬天山的伯格达峰 当三峰并列的伯格达出现在 机翼下方时 很多人都会为其肃穆所震撼 天山之心 通灵之山 伯格达峰至今还在向上生长 冰雪就是传奇 乌鲁木齐 一座仰头可见 伯格达雪山的城市 全世界距离冰川 最近的城市之一 很少有人知道 这里还有一个距离城市 最近的雪豹奇息地 我们在乌鲁木齐的周边 记录到的雪豹大概是一百只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 一个旗舰物种 雪豹健康 水源地就是健康 我们的水就是健康的 越是冰天雪地 能见到雪豹出没的几率 就越大 冰冰 一只成年雄性雪豹 它的霸气在人们常年的观察中逐渐显露 其领地超过一百平方公里 位于猎物最为丰富的乌鲁木齐 一号冰川附近 2014年 荒野新疆的志愿者 曾经展开雪豹调查 在乌鲁木齐南郊山区架设了红外相机 第一次拍到冰冰优雅出镜 五年之后 冰冰最后一次出现在红外相机里 然后就消失了 很快又出现了一头新来的雪豹 双降过后 一秒入冬 卡纳斯的初雪 一夜之间惊艳了世界 披着积雪挂着雾松的 原始真叶林和白化林 流淌着无尽的诗意与浪漫 那些被阳光点亮的树梢 显得愈发晶莹剔透 双湖瞬间陷入冬眠 从此波澜不兴 和古老的太家林一起 融入了白色世界 村落深藏于雪原中 唯有吹烟不绝于铝 仿佛漫天揭白中的 一笔血液 风裹挟着雪 继续沿着山间通道 执命向西而去 从卡纳斯湖到塞里木湖 风雪能让一面湖水 凝炼成冰 壮阔天山 拦住了从大西洋 吹来的暖湿气团 让那些不远万里而来的水汽 化作降雨 落在天山西侧 形成塞里木湖 这就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来历 冬至来临 层层薄冰被涌动的湖水推挤上岸 发出清脆有力的碰撞声 这种奇观被称为冰推 湖水瞬间结冰 水草腐败产生的甲烷上升时被冻住 又形成了神奇的冰炮 冬天的塞里木湖 其实并非凝制不动 雪后初季 一只火红的小狐狸 悄然出现 为童话般的塞里木湖 更添几笔灵动 为了抓住那只 藏在半米深雪下的老鼠 小狐狸腾空越起 一个猛子便扎入雪中 四野一片寂静 而万物并未消沉 狐狸晒着太阳 白雪衬托火红 野狼踏雪而来 伺机捕食猎物 湖面之上 天鹅初霜入队 白尾海雕 朝着太阳飞去 对那些狂野的生命而言 冰天雪地最能激发 奔腾的本能 这些风雪中的马群 冲破冰雪 狂奔而来 构成一幅大自然汇旧的 中国泼沫大写一化 昭苏草原年均气温只有二零九度 这里的冬天长达半年之久 却最适合马群奔制 雪地拉链是昭苏人 驯马特有的方式 只有敢冲进漫天风雪 才有资格成为天马 比天马更能适应冰雪新疆的 是生活在卡拉麦里荒漠的 普世野马 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雪之后 准嘎尔盆帝被严寒统治 而普世野马 却毫不在意 在这片看似生命的绝境里 他们已经繁衍生息了 十三万年之久 白雪覆盖的卡拉麦里 数百匹野马和数以千计的 鹅猴岭野驴开始集群 从北部山地 向荒漠腹地迁移 这是亚洲荒野冬季里 最为壮观的奇景 冰雪新疆 每一种生命 都有应对凛冽严冬的绝技 冰天雪地 也是广阔天地 人类绝不仅仅是旁观者 更是参与者和创造者 早在一万年前 这里的仙民就开始使用滑雪板出行了 这些令人叫绝的画面 被刻画在敦德波拉克研画上 也成为新疆阿勒泰 作为人类滑雪起源地的重要佐证 把一段上好的松木或画木 削成滑雪板的形状 然后边用火烤 边压弯木板前段 再在木板底部 包上一块马前腿的毛皮 马毛朝向 能在攀圆时增大摩擦力 下坡时又能顺势变得滑凉 木棒则有助于保持平衡 小雪这一天 大风和降水绝妙配合 积雪深度达到1.25米 一片寂静中 年轻的苏客 陶醉的滑着雪 能够追寻仙人足迹 踏入这洁白无暇的天地 足以让他心神荡漾 小寒已过 乌伦谷湖冰冻冻三尺 四十多厘米厚的冰层之上 还覆盖着三十厘米厚的积雪 在这种极度严寒的环境和条件下 古人 当地人起了个浪漫的名字 叫《踏雪寻雨》 在最寒冷的季节里 也将迎来一年中最为盛大的节日 冬季冰上大拉网捕鱼 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 在新疆的乌龙古湖和吉林的茶干湖 都可观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象 人们在几公里长的冰面上 凿出数十个冰窟窿 用带钩的木杆 勾出巨大的鱼网 一步步送入冰下 再沿着冰窟窿的轨迹 将巨网拉向远方 长一千二百米 高十六米的大拉网 就全部沉入水底 几个小时之后 在机器的牵引之下 令人欣喜地丰收一刻 到来了 这次东浦收获了大约三千五百公斤鱼 这是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冰湖 给人们的馈赠 今天东浦已成为一种文铝香 还是冰天雪地 牧人就已开始寻找春天 大寒已过 恰逢小年 天山腹地 东牧场的气温 已经降到了零下二十度 此刻牧民正在准备迎接一年中最艰难的一次迁徙 这次转场 四户人家 共十二人 还有五十匹马 一千五百只羊 这支庞大的队伍要连续行走六天六夜 才能由东牧场抵达山下的出牧场 总行程将近二百公里 途中 他们还要翻过三座海拔四千多米的冰打板 人兽不可预测的雪坑 野兽和坏天气的侵扰 这是生命的木格 转场的方向就是冰雪融化的方向 和转场的哈萨克族牧人不同 蒙古族土瓦人则是定居下来放牧与狩猎的 他们主要居住在北疆的哈纳斯村 和牧村和白哈巴村 这里的冬季极其漫长 一年大约有七个月都是大雪封山 马拉扒里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 大年三十的年夜饭 也是当地人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餐 通常会约几家邻居共同庆祝 大家围坐在一起喝奶茶 吃点心 但一切准备就绪 一盆带肉的大骨头就被端了上来 最重要的新年仪式开始了 砸骨髓 这是延续了数百年的新年祈福方式 寓意着辞旧迎新 希望每个家庭都像满意的骨髓一样 和谐幸福 冰雪新疆 其实欢乐 无所不在 人们按下休止符 犒劳一下自己 观看一场极勇气 毅力与智慧余生的冬季雕阳竞赛 伴着东伯拉乐曲 喝一碗咸香的奶茶 体验姑娘锥的新奇浪漫 冰天雪地之间 这些远远流长 并且丰富多彩的冰雪民俗文化 满是人间烟火器 成为让游人不想离去的吸引力 冰雪的艺术 既可以是脚踏古老毛皮滑雪板 穿行于临海雪原之间 亦可以是优雅的跳跃 和轻盈的旋转 脚后甲不要落地 可以兵铺之上 面向极限发起挑战 冰鼻子握差越大越壮观 就越有征服他的欲望 快快快 没事没事 打 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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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上去 是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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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可以是全身盔甲激烈碰撞的对抗 好球 冬季是万物修整与收藏的季节 也是进取突破 与奇迹诞生的场域 经浙这一天 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已进入草长应飞的世界 但在中国西北角的新疆阿勒泰滑雪场 仍然有来自各地的学友 暢滑在冰雪世界中 阿勒泰蓬松饱满松软平滑细腻如沙的粉雪 则被雪有视为雪中极平 有些地方早就开始穿着修了 我们这里居然有一个天然滑雪场 刚刚坑 真的 其实也挺热的 也就下了将近一米来生的雪 这个阿勒泰的雪量 就像不要浅塑的风荒 好好下 北纬45到47度 被认为是全世界滑雪运动的黄金纬度 恰在这一纬度的阿勒泰 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雪都 这里冬季平均积雪厚度可大一米以上 年均降雪期更是达到了180天之久 上到最顶上以后 能看到特别美的一个粉色 站在上面的时候 就感觉那个山就是自己的 沿着天山一路飞驰 这里有中国最好的越野雪道 丝绸之路国际滑雪场 天山天池国际滑雪场 也被誉为中国最温暖的滑雪场 滑雪其实是用一种最独特的方式 跟冰雪世界沟通的 今天新疆拥有各类冰雪场地 一百八十八个 基本遍布各地州市 即使是在很少下雪的南疆 人们也可以在家门口 进享冰雪的快乐 新疆的地形 新疆的地形具有相当丰富的落差优势 大部分山体坡度垂直落差大于一千米 可以满足举办国际综合 顶级滑雪赛事的需求 国州温泉县 全江唯一专业越野滑雪场地 曾引来国际滑雪联合会的造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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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你需要一些人 他们喜欢滑雪 他们教导人 然后这些年轻的年轻 你会有很好的滑雪 我肯定 在七、八年轻的年轻 行似雪莲的新疆冰上运动中心 经过全国大赛检验后更加娇艳 如今 新疆已形成乌鲁木齐冰雪旅游集散中心 天山北坡冰雪旅游带 阿尔泰山冰雪旅游带的 发展不均 2022年2月25日 同城旅行联合人民文旅发布的 冬季旅游热力图显示 乌鲁木齐冬季旅游增长指数 位列全国第一 2021至2022年度 新疆雪旅滑雪旅游 新疆雪旅滑雪里程数 已经突破282万公里 全国市场份额占比 由上个雪季的12% 大幅度提升到21% 大美新疆 正成为冰雪旅游冰雪运动的首选目的地 冰雪旅游持续升温 也让冬日的新疆民宿温暖如春 从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度假区 坐百渡车沿着山路蜿蜒而下 就能看到享有俄河第一村美誉的塔拉特村 一栋栋坐落在白雪中的民宿 美轮美奂 每逢滑雪季游客络绎不绝 特色美食让雪友们在运动后大饱口福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散落于四叶八村的民宿最有体会 村民们轻松实现了月入过万的梦想 也为天南海北的游客们 提供了一种深度感受冬日新疆的独特方式 冰雪资源释放的滚滚红利 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者 让更高端更富特色的民宿品牌 纷纷落地新疆 衍生出一系列文创产品 为雪友们留下最美冰雪记忆 我叫江杰来自南京 在河沐这边做民宿的文创 我希望就是河沐的人间摧烟不只是在河沐 客人在体验美好的旅行的同时 能够将河沐的四季的风景 带到自己的家里 带到世界各地 雪怪阿乐 来自新疆阿乐泰的快乐宝贝 也是新疆首个冬季旅游动漫推广IP 这个雪怪阿乐 他身上的这些毛茸茸的感觉 是阿乐泰粉血的代表 松软洁白 他的两个耳朵 就是我们原始的毛皮滑雪板 而他的脸就是我们山区的孩子们 玩了一天脸被冻红了 天空中的每一片雪花 都激发着人们无穷的想象 古老而又年轻 灵动而又厚重 冰雪新疆 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除热的时间 com 春风江至 春风江至 一场持续六小时的降雪 彻底改变了塔克拉玛甘沙漠的样貌 漫漫黄沙 白雪挨挨 荒凉与灵动融为一体 焦壳与滋润相伴相生 飘渺若人间仙境 震撼如海势甚楼 这场南疆沙漠上超乎想象的大雪 生出震撼人心的奇异力量 同一天 伊犁拱流县的霍尔德宁山谷里 顶丁花破冰开放 宣告春天来临 与冰雪为伴 以冰雪为乐 从冰天雪地 迈向美好未来 冰雪新疆就在这里等你 没有冰冻的世界 你是热的 冰雪新疆 冰雪新疆就是热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